这是一次多亿 篇第18集 我们看Ariel Ariel我们一般就是空气的 Advanced是前进 Administer是管理 Dom是清晨 Cross是越过 可是呢 当我们看到一些例句 真的会出现的 The boy was full of aerial fences 这个男孩呢 他有许多充满了 Fancy我们一般就是空想 幻想 他充满了一些空气的幻想 空气的幻想 是不是空想呢 可是他空气啊 Advanced前进 If you don't stop making advances to all the girls You will embarrass yourself 如果你不停止 stop后面要加 动名词加ing 动词加ng 这是规则 如果你不停止前进 对这些女孩子前进 如果你不 你不走向她们 你不前进到她们那边 你就会让你去出球 embarrass出球 那什么意思 想不通 Administer管理 The doctor administers drugs to the patient 这个医生呢 管理一些药 这药也是 一次多余 除了药以外也是毒品 drugs 这个医生呢 管理一些药呢 对于病人 他对病人管理药 医生是开药啊 怎么会管理药 也是怪怪的 dawn 清晨 in recent years the real cause of AIDS has been done 在近年来呢 这个真正的real cause 真正的原因 就是AIDS 艾滋病症的原因 已经开始清晨了 听不 是不是写错了 cross是越过 a mill is a cross between a horse and a donkey 罗子 他是马跟驴的越过 所以我们就常常看英文啊 就是明明这一篇也没有很多单字啊 真的很难查到字典也查得出来 那剩下的应该也差不多认识啊 可是整片肚子就是卡卡 这边不对那边不对 就中标了 找得到了 中得着了 被骗了 area 它是梦幻的 幻想的 那当然 跟空气也是有点关系啊 空气 看不到 抓不到 所以就变成梦幻的 幻想的 它这边是意思 unsubstantial 就是 不是很实际 不是很实质的 substantial 就是很 很确实的 很实际的 并不确实的 imaginary 就是幻想出来的 所以梦幻的 所以说 这男孩有很多 不着边际的幻想 有很多幻想 做不到的 他希望能够 将来取灵之灵 他希望能够飞到月球 他希望能变成 比尔盖茨第二 叫不着边际 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太难了 几率太低 几乎不可能 advance 前进 但是他这边是 限阴晴啊 a friendly approach 就是很友善的 approach就是接近 很友善的接近 就是限阴晴嘛 如果 你不停止 对所有的女孩子都限阴晴 你就会出球 为什么呢 对女孩限阴晴 为什么出球呢 因为你对一个女孩子 因为这边是girls 所有女孩子 你对一个限阴晴 那女孩子很高兴 你对两个就怪怪了 那一个就吃醋了 不高兴啊 那你对所有的 人家就说你干嘛花吃啊 你就会出球 你就变笑话 这边就是限阴晴就对了 那administer 是to give offer to give to give offer 提供tender 也是善意的给予 就给人家什么食物啊 医药 那个药品啊 或者其他生活品 你需要的东西等等 所以etc 这个字念etc 就给予食物啊 甚至打击 不好的给予打击 都是 就是施加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当然 有很多意思都可以 都可以用在这上面 当然administer是其中一个 所以它不再是管理 而是给予 所以你看这个医生呢 给病人给药 开药 你说给药 那医生不会直接给药 他是开药 再到药局 医院的药局去拿药 所以开药 那就通了 就不是管理 开药 adorn 也可以当成 to begin to be perceived perceived perceived就是被动穿了 被动袭了 被了解 understand 被了解了 perceived 那understood 就是我们一般就说 我了解了 但perceived就是有一点 动穿了 就是花一点心思 understood 是别人也想让你了解 你也真的了解 perceived就是别人可能 并没有让你了解 可是你 经过思考 经过观察 你了解 所以这个每个字 它的意思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又是叫semantic 叫字意学 就每一个字 看起来差不多 其实它的意思用在不一样 所以你说文学家 小说家 记者 教授 或者很多人 他用词就很精确 尤其是像美国总统 什么旧事论文 就是政要 大官 他们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那个字 就是要精确 但是我们看起来 这个字都差不多 其实不太一样 尤其是像中美关系 美国对台湾关系 他们讲话 那个政治上的每一个字 那个都要去推销 很精确的 尤其法律上 法律上的字特别精确 所以他就变成 开始被了解 所以近年来艾滋病的原因 就开始被了解 而不是开始被清晨了 被找上了 被了解 所以黎明 清晨 黎明 黎明就是慢慢开始了 清楚了 一定要准备开始 所以它有一个逻辑上的关系 A class 它是杂交 and make sure two different things 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mixture 混合 mixture是混合 that being combined 就是两个混在一起 combine结合在一起 然后to produce 变成produce 就是我们一般讲生产了 就变成一个新的品种 它叫混种 杂交 所以驴子 螺子是驴跟马的杂交 杂种 混种 cross 当然混种杂交 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字 那这边 cross就是 那cross 除了是越过 杰西词越过 也是名词杂交 它当然 它也是名词十字架 cross 也是十字架 所以都有很多意思 所以这边是混种 就不是越过 那我们再念一下 大家再熟悉一下 这个一次多意 那我们就不管它原来意思 原来意思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熟悉一下别的意思 梦幻的 the boy was full of area fences 那英文常常加S 可数的 因为他那个不着编辑的幻想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加S 现阴情 if you don't start making advances kill the girls you will embarrass yourself administer就是给予 给予食物 医药打击协助等等等等 the doctor administers drugs to the patient dorn 开始被了解了 in recent years the real cause of AIDS has been dawn cross 杂交 a meal is a cross between the horse and the donkey 那我们再把一些单字呢 把它那个发音念正确一点 aerial 这是半卷舌 aerial 半卷舌 这个大卷舌 imaginary 大卷舌 imaginary 这个也是大卷舌 这个幻想fancy 或fances fan 我们说粉丝了 粉丝又是fan 那念不准 念成不准 thing thing 或者半卷舌fan 都不太对 大卷舌fan 粉丝了 fans 电风扇也是同样 你看又是一次多一 粉丝也是fan 电风扇 那个扇子也是 当那个fan不是电风扇 它是electricfan 它是扇子 扇子 fan 这个也是大卷舌 advance advance friendly 是卷一半 所以这个字一般不太会念 所以念的就没那个味道 friendly 这个D几乎可以不用发音的 friendly 不然你说friendly 也是很精确 可是念起来很累 所以很多音就自然就把它消声掉 把它变得很 几乎听不到一套 friendly 那stop就是卷舌 这没问题 stop 那你不要说每一个时候念舌不卷舌 念stop stop 又不对 stop 这完全不卷 make 完全不卷舌 make 那这girl 女孩子呢 这经常念boy girl 就是常常念 念不准 它是音最往下 girl 这是下巴跟舌头往最下 girl 而不是一般的girl girl 那girl 往下走 所以这个可以多练习 那个美国人 尤其青少年 他们讲boy girl 他们音念的很漂亮 所以往下走 多练习 girl 这也是大练习 embarr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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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这多短音 give 不要念成give give 短音 give 带耳德音 give 这是卷一半tender 就提供tender 那个药品也是卷一半medicine 这是doctor 它是oh 可是带一点点r的音 doctor doctor 所以你常常觉得人家好像念doctor 其实它不是doctor 它是oh 你们带r的音doctor 那这完全不选择drag drag 带耳的音drag 这完全不选择 病患 好像又是一次多余 它是病患 它是形容词 就是很有耐心 你看一次多余到处都是patient 完全不选择patient 这个看要念understood 要念到味道understood understood understood 这under是 啊 不选择带耳的音 啊 understood 它是would 它不是w 它是would带耳的音 像put understood 这个字 你看就有点像外国人念 那如果不知道就understood understood 那就念的比较奇怪 understood 尤其是would understood 就有那个味道 这个是最近的有事卷一半 啊 recent 但是很多美国人现在已经念recent 所以他已经习惯 就像是defense 明明是第二个音级啊 可是你看NBA 他一定教练球一定说defense 但他就已经习惯了 没办法 所以这个 念recent years 也可以 但很多美国人念recent 也没关系 他已经变习惯了 就变破音字了 就像我们说流血 流血 两个都对啊 本来是 北京话应该是流血 可是很多人觉得流血 乖乖 那种流血 或者不倒翁 很顺啊 可是字典去查 他是念不倒翁 就不好念 就这个意思 好 这个dorn也是o 也是ob 是卷舍的dorn dorn 卷舍的音 这字也不好念 这跟这个一样 这两个音翻译啊 这是crash 念起来有点r的音 crash 他那个卷舍的o 就带一点r的音 如果是完全不卷舍的o 就没有 这thense 也是短音 think thense thense 这个have 跟has 这个是太常用了 它都是大卷舍 have have 或者has 而不是have I have 那如果是恨的话 HAT就是完全不卷舍 hate 好 那这have 或者has 那这个变得很 这个很难念 它是有点像说 双母音 它本来是b 长音b 它后面又跟一个短音 那个带耳的 它变成bem 那如果光是一个长音叫bem bem 如果是短音带耳就变bem 它不是 它是先长音再短音 变成bem 这个字很特殊 很特殊 那像在什么中间呢 我们一般传统上念bem tween 可是现在呢 你去查了KK音标的字典 它也有 很多美国都念bemtween 他已经不念bemtween 他念bemtween 就像礼拜天 他不念monday 不念sunday 礼拜一他不念monday 他念sunday monday 越来越有种 有些变化 那这是大卷舌 马是hors 最卷舌 因为他加一个 后面一个hors 你不要念hors hors hors就变水管了 hors 这个是卷舌的danki 不要念danki 所以该怎么念 又怎么念danki 那麻烦大家 看了以后 订阅 分享留言 这一集讲到这里